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利普·威尔比他的创作类型其实非常非常的广 不过最著名的他写了非常多的知名的曲子给同管乐团 他也为了比赛创作了不少的曲目 然后他的曲子很多首都非常非常的有名 而这首上帝音号写奏曲正是其中之一 它是在1995年完成的 其实是非常新的一个作品 这首曲子它总共有四个乐章 那这四个乐章其实它是分part 1跟part 2 总共两个部分 然后每一个部分各两个乐章 不过呢其实这一首曲子呢 很多的演奏家会特别选择 其中的第三乐章以及第二乐章 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先演第三乐章再演第二乐章的 这样的演奏方法来演奏 那而这次呢 刚好是管乐团在金色光芒的音乐会当中 我们邀请了国内非常知名的上帝音号读咒杨远翰老师 一起来合作这首曲子 我们这一次的演奏方式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就是三接二的方式来做演奏 因为这场音乐会的关系哦 我们也特别跟这个上帝音号读咒杨远翰老师 一起聊 细聊这个曲子 那老师有特别提到 这首曲子呢 在第三乐章的一开始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安静的开头 在每一颗音上面都需要特别的处理 要非常非常的细致 此段的音乐啊 其实也听起来有一点点的不安的感觉 很有趣的是 它在这样子的不安感的开头 慢慢的转换慢慢的累积 这个能量不断的不断的堆积推进哦 到后面会变得一个比较明亮的段落 从前面这种呢 比较压抑 比较有压力的状态呢 在这个后段突然间的释放哦 迎来的一个非常温暖 抚慰人心的一个音色哦 老师在这一段也特别提到 它在诠释的时候就是想象 历经一个非常忙碌的一整周 那可能不管是忙学校啊 忙公司啊 忙各种事情 然后最后最后 终于迎来了这个礼拜天哦 礼拜天的下午 然后听到这样温暖温柔的音色的 这样子的感受哦 那在衔接在第三乐章之后的这个第二乐章哦 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有名的段落哦 这个乐章的标题叫做 责败齐客舞曲哦 他又称 呃音之舞哦 这个音是老音的音哦 Eagle Dance 这个乐章像刚刚讲他非常非常精彩 他挑战了上帝一号的技巧 展现非常灵活的特性 在这首曲子当中 除了欣赏独多的这家精湛的技巧以外哦 那延云罕老师也特别提到 大家可以想象哦 这首曲子是在一个一群欧洲人 在一个希腊的酒馆里面的一个情境哦 那他们玩乐 他们喝酒 他们跳舞 甚至闹事情境的样子 而且哦 作曲家在此乐章的最后 写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铺陈跟桥段哦 那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以上呢 就是今天对于制作曲子的解说啦 一样 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呢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资讯跟感受哦 那也希望呢 大家 也欢迎大家去寻找 聆听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感受不一样的诠释方式 也再次诚挚的欢迎 前来欣赏高中市管理团十周年系列节目的 金色光芒的朋友们哦 一起来聆听上帝一号独座杨允汉老师 带给大家现场的魅力 那么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 自己对于这首曲子 这个音乐的感受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